一开始的安胎住院费用 他的住院的医疗费用 然后后续的早疗治疗时间 跟一些自费课程的费用 然后还有一些建议的保健食品的费用 这些家一家 让我们只有爸爸在工作的家庭 其实压力也非常的大 谈起家中宝贝成长的艰辛 与治疗附件费用的高昂 柳丽妈妈语多无奈 由于早产儿因为器官发育 尚未完全就出生 往往伴随许多并发症 因此早产儿家庭一开始 就得面临自费医疗药物 与额外的营养补充品等花费 等出院后 许多还需要进行长期早疗教育与复健 根据早产儿基金会方面的调查指出 早产儿家庭出生六个月内的自费金额 平均为11万4千多元 花费比一般家庭高达四倍之多 也因此有人称早产儿叫做宾室宝 早产儿平均就是他们的四倍以上 甚至在29周以下的将近16万以上的支出 是他们的五倍到六倍的一个费用 那有时候大家会觉得 每个孩子生了就是这样照顾 但是大家回头可以想 他们本来应该在妈妈肚子里面 跟着妈妈被养 养到38周再生下来就好了 所以前面这段费用 其实相对于主月额 他根本就是多出来的 国民党立法委员罗廷伟 李燕秀与民众党立法委员 麦玉珍特别在国际儿童节前夕 召开公听会 邀请专家学者及卫生福利部 等单位代表与会 同时提出三大诉求 包括落实早产儿养育照护津贴 保障孕妇安胎假 以及早疗亲子加入法 要求政府建构符合早产儿家庭需求的支持体系 早产是新生儿死亡最常见的一个直接原因 所以估占总产 占周产期死亡率的七成 政府应如何加强早产儿的照护品质 提升早产儿的成长健康指标 透过今天的讨论药品 医材或补充品支持 不像政府可以怎么帮助 以及也是我们今天希望透过公听会 能够取得的一个共识 一个重点 我们其次 健保给付的早疗课程 上课频率多为一周一到三次 一般疗愈的课程 至少要经过六个月到一年 才可以看得到成效 所以且需排队三到六个月 才能接收到治疗 对父母而言 陪伴早产儿早疗课程 以及工作要如何平衡 早疗的亲子假 何时上路 这也是我们三位委员非常关心的 今天我们要推动的三个政策 早产儿跟养育的照护亲贴 早疗亲子跟安胎假的部分 还有未来针对于早产儿的健保给付 医疗 我们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跟帮助 我想我会配合 我一定会配合罗廷委委员 还有蔓医生委员 我想两个政党事实上有机会提出共同的版本 党版未来 在卫皇委员会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另外一块 包括我非常遗憾 是劳动部之前提出的报告 他们包括在产假 薪资公共化的部分 他们担心企业人力的调配 包括未来有可能增加劳工的歧视的部分 我觉得太多的借口 这真的是太多的借口 从出生到就是离医院几乎就是七位数的照顾费用 所以要照顾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对家长的经济身心灵都是一个考验 如果提早儿家庭养育照顾今天 这样能减少我们家庭的经济压力 还有父母才选择如何去医疗 还有药物的经济负担 所以在少子化的年代 每个孩子在生命里面都很重要 在我们这群宝宝里面的妈妈 他们需要更专业还有照顾 最后公听会做出三项结论 第一点请卫福部在一个月内评估早产人常用自费药品 纳入健保给付 第二点请卫福部社家署 在三个月内针对早产额营养品与用品研议补助可行性 最后则是要求劳动部在三个月内研议 早疗亲职加入法 纵事早产友善亲职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